嗨 今天的新款大概有六組 然後有幫你們配好的上下套一組套的也有 然後也有就是跟超完款一起搭配的也有 然後我們也有幫你們計算好它的整個款式還有顏色 然後因為現在就是夏目嘛 很多廠商都已經短貨 所以然後大家也會有點擔心搬配換季的時候搭配的技巧什麼的 所以我今天會一起 顏色還蠻可愛的 今年呢 因為今年我這樣看的話應該是秋冬 秋冬的顏色應該適應橄欖綠這個顏色 因為我各廠商的我開始慢慢出這個顏色 然後今天有兩款是新款都是這個顏色非常漂亮 然後還有黃色也很多廠商有出 我今天拿到的新款就一起配給大家看 然後幫你就是計算好 還有搭配好所有的款式啊 然後讓你可以完全臨煩惱出來的時候 就是出門的時候你會完全不用想要搭配幹嘛幹嘛的 像你換季的時候基本上我都很推薦 有些有披肩、小外套、襯衫、類德、針織罩衫 這幾款的款式可以互相搭配 因為這些款式呢你可以真的是 夏天很搭配的款式啊 比如說比較薄青毛的短褲啊 然後棉麻褲啊可以互相混搭都很好看 然後到真的比較冷一點點的時候 你會可以混搭一些不同的款式 比如說毛泥的西裝褲啊等等的 Hi Hello 然後就是我現在身上這款呢 基本上是敲碗款 它這款呢它是涼感的針織 那這款的特色它顏色出得很漂亮 它有出一個它這基本上是上多台出的新款 但是它的顏色已經完全有點露出的味道了 它是材質還是非常涼感的那種針織 然後它的剪裁我很喜歡的原因是因為 它是針織跟它沒有艱線 然後穿起來第一個修身顯瘦之外呢 你穿起來會有一種 嗯...修身 但是不緊身的那種感覺 好我先把這個 環圈拉開讓我們看一下 因為這個款式啊 你們穿大概就是超級基本款 其實是蠻簡單的 那你的款式的風格 還有這個修剪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很符合今年的 一個這個造型 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今年很多款式都是這邊直接不修肩 就是它沒有肩線的 然後可是這個地方會有一點點腰身感 然後就是我覺得是比較配合 有點老前鋒的感覺 就是你會感覺還是會身型 會比較重視檢查的部分 不會像一次前都會感覺就是 這個款式都會比較鬆一點 用藍一點的感覺 好 然後它這個就是白色的 那因為白色的話 我就是拿這個 我們已經賣超多年的 超經典的這個經典針織 那它薄度大概是這樣 其實不會很熱 所以你們都不用男性 那有好幾款式 然後另外一款 我剛剛搭配橄欖綠的呢 它是米色的 那它就是會有勾針感的效果 那這是細針織 這個都介紹過很多次了 那如果你的肩膀跟我一樣 比較小的話 你可以往內折一點點 直到你想要的位置 因為它這款是比較合身一點點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這樣 稍微披著 後面照景講 這個就是大家都會知道 那我再教大家 基本上 這個 這邊可以啊 先打一個圈圈 再把這個 直接拉進來 你會發現很多部落客 為什麼打起來結跟你不太一樣 我好像感覺比較固定 然後感覺比較有 毛衣的那種針織感 就是因為它們是這樣 所以它這個地方 會打個結成起來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像毛衣的感覺 這些小技巧可以 教給你們 因為平常大家都直接 繞一圈打上去嘛 可是它如果多打一個結的話 看起來就是會比較 我就是試感看起來更好 好 我們往後面給你看 然後這個牛仔褲呢 因為開始 要微入秋了 所以這款呢 是之前的 髮棍褲裡面的 一款是下白的地方 是毛邊的 那這款是黑色的 那基本上 彈性超好 然後很修身 然後百姓正常 隨便 隨便會變瘦的那種 然後它是高腰的 所以它完全會貼度 然後呢 下面配的是 小香蜂的 這個 有點 偏粉膚色 膚色調的 然後配黑色小香蜂的這種涼鞋 這個非常好搭配 建議大家可以參考 那如果喜歡跟鞋的話 這個款式也有出跟鞋的 後面是防跟的 推薦給你們 好 然後我後退讓你們看一下 就是基本上 款式啊 我都是稍微有一點 微微的計算好 讓你們 基本上 這些款式隨便 隨便在你家的衣櫥裡面 隨便混 大家都很好看 然後試這個 我先試黑色 給你們看 然後搭配這個 然後這款 橄欖綠綠 我等一下配 聲丹寧色 給你們看 黑色的話 就是看你更前手 然後這個 我就推薦大家 不會綁著朋友 可以先綁一次 之後 就可以直接這樣套著 就很方便 那你也可以自己 稍微抓一下 就是像這種款式真的很簡單 搭起來就立刻會 就是搭配性很高 而且看起來就是 第一個 照相也好看 就是你簡單啊 平常搭配你就感覺 比較有心的感覺 然後又修閒 比較有重點 然後這個彈性 都不用擔心 它是完全很鬆的那種感覺 你鞋寫下來 它會有點微入球 所以大家一定 西裝外套 會開始拿出來穿 對不對 西裝外套啊 皮衣啊 或是比較薄一點點的外套 就可以把這個當內大 到底穿 OK 再來是 我要試這個皮牌 這個我已經穿過很多次了 可是這一款一直 關於我朋友們 其實那個內容頁 點錄啊 我們都會把每次的直播的影片 都放在裡面 下面都寫描述 可以參考 那這一款呢 很漂亮的這個 聖誕零色 然後我配的是這個 馬花的 款式的皮帶 然後我想讓你們感覺一下 就是 有點 就是質感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會 再更高階一點點 那我配一樣那種 最基本的針織 整體氛圍感 會更強 然後我配的是這個 顏色啊 想不到吧 橄欖綠你不要怕 因為 冬天的話 我真的很推薦 東方人 比方說女生穿這個顏色 看起來皮膚真的看起來會特別亮 然後你搭配這個藍色 吃一莫名的香味 等一下 然後你可以看起來 你們好像就在這裡 有空中 要不要拍照 好嗎 真的嗎 不然 我不會太過分 你就會不會太過分 可以 你不用拍照 我不會太過分 你會不會太過分 你會不會太過分 不怕 你會不會太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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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颜色超级美的 今天是圆形的这个三环的 这个简单的流线型款式 都很适合上班搭配 说的超Q的 然后我现在戴披肩 是这种勾针的厚度大概这样 那你个子比较小跟我一样 你可以折小一点点 那可以简单的像这样子 也可以像我刚刚那样打 然后往后退让我们看一下 简单的感觉 这个刚那绿颜色就是超级美 然后它这个版型啊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是有点垂度的 所以它这种款式会看起来 比较我觉得鲜瘦 就是它的那个效果 我觉得打底 特别适合 那你平常穿的话 你也不会黏黏的 尤其现在这个天气 其实最热最热 我觉得有时候 甚至我觉得现在 直到那个11月间 甚至比之前前几个月更热 夏天就是会特别黏腻 这款式就很好搭配 OK 这款 因为上次我配的是 阳妆 呃 长裙 对不起 断光的长裙 那因为这个款式它就是很气质 那上次我配搭配 我那时候有说 就是有点微钢琴奥式的感觉 可是它这个款式啊 就是你不要害怕 因为就是有很多人 我发现这个款式 大家会有点担心 是不是平常可不可以穿或什么的 我现在是搭这个蛋链给你看 其实我现在穿的这个风格 我觉得会有点点 比较都会风的上班族 很喜欢穿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 带一点点书卷 一点点书卷的感觉 就是感觉好像会 手上会拿着电脑啊 或是通勤感 通勤的那种上班族穿搭 可是我觉得会偏比较英文风益一些些 那你就是整体搭配 你可以自己去改成你想要的样子 那我的话 我是会想要 让你们觉得很方便 因为当你回去 我现在搭配 你回去整个複製 你推上去 你直接穿 你就会觉得还蛮有型的 你就会整个看起来很有精神 那我比较注重这个方面 那颜色的话 这个 这个是有点深咖 可是它其实有点紫咖色的感觉 那里面的话 上面 之前都有介绍过 它里面有配一个 这个 很舒服的 雪纺的沙的这种 呃 背型 那这个 这个地方啊 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所以你们都不用男性 个子高啊 个子小 或是有点 微弱弱的 都没关系 然后我穿这个颜色给你看 好 好 好了 好 好 融合 好 好了 嗯 好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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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地方它后面是可以绑起来的 那我先暂时不绑 然后把这一条放在前面 然后这个地方呢 有点微透 不影不现的感觉 可是也不会露 它因为它可以调整了 所以你们都不用担心 那这个啊 你就可以直接扎进去 那我比较懒 我直接先这样扎给你看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那你搭配的时候啊 这个你可以合一点 你可以紧一点 然后或者是把这个拉到前面打个结OK 那因为我个人我的脸比较圆一点点 我喜欢用细带 飘带的方式 我觉得看起来比较鲜一点点 然后比较有气质 然后你不要扎太紧 或是你这样微松微松的 然后搭配宽裤啊 我觉得会比较随性的感觉 OK 那你要项链也可以 OK 你自己参考感觉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会建议 这个款式会建议长一点点的 然后这个啊 就要细一点点的会比较适合 但是因为镜头上我想说让你看一下 然后我远一点点让你们看一下感觉 然后加上这个颜色 你看丹宁配色颜色也超美的 我先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 让你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细带这个地方 它就是整体会在这个地方 然后它的后面这一条呢 不好意思 我把它拉到前面给你们看 它还有一条在后面 你平常的话 你可以直接这样绑 然后 它款式啊 你这样直接把它往下拉 我把头发夹起来让你们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 譬如说干练一点点 就可以在后面直接这样子 让它垂一点点的感觉 它是同色系的 所以会比较不明显 可是你本人看到的时候会很漂亮 然后你也可以绑一个结在后面 这一款它就是看起来会比较特色 然后整体氛围感很强 然后你看往前绑 这个感觉 跟往后绑 这个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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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太一样 所以看你们自己喜欢的氛围感 然后这个往前放一点 往后放一点都可以 是很可爱的 但往前放 往后放的话 我觉得比较偏日系的感觉 它有点松松的 可是你怕被宽阔啊 然后我现在搭配是有点跟鞋 尖头跟鞋 最素的 最简单的 像这样的感觉 因为它的布料是轻的 所以你就是整个把它拉下来 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很累赘 那像它这样子拉长的话 就会推荐你大家的项链是要长一点点的 那你想要像我一样个子小 然后看起来比例更好画 我通常都是选择直接扎起来 来看一下 这种简单的搭配都可以 就是每次你想要变换自己 想要的样子都可以 然后呢 这个呢 还可以 拉到前面 可以自己把 在前面 那我比较少放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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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会比较 会比较夸张一点点 因为它同色系的 所以你整体的氛围感 会比较 我觉得比较奢华一些些 然后可以调整到旁边 旁边一点点 它的布料很轻 可是它颜色其实很美 可以让我们看一下 是很漂亮的 那你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随性的感觉 可以 可以 就这样子 简单 都放在前面就好了 ok 再来是 介绍这个 我这款啊 不是我们的 破千款 已经破七千截了 它这是我们经典的款式 这款它真实啊 弹性也很好 它新出的这个 黑白色 白黑 白配黑的金脸条纹 那它这个针织呢 属于比较合成不景深的 有点微微松松的感觉 让你们感觉 就是它基本上是超简单 圆灵感 然后这是新款 因为今年的深色丹尼 真是超级无敌烧 基本上各个场上 几乎有出各式各样的 但我找到了这个 后面送紧带的 然后下面是A-Line的 这个地方 第一个显瘦 然后很舒服 然后再来是 这个地方很贴心 所以不管谁 你的屁股比较大 腰比较小的 这个很适合 很OK 然后要双扣的 然后搭配这个 最经典的这个 调文件就给你们看 很简单 好 然後呢我們簡單的介紹這個針織 最基本款式的彈性粉彩織 我們進看一下 這個是杏配黑色 然後呢這個腰褲子彈性 然後還有這個地方 褲腳的地方 它是有點做假的捲編的感覺 因為今年這兩年真的很流行 那個老前鋒一直捲編的那種短褲 有一點點微修型 可是它又有點挺多的那種短褲 真的很流行 那款式的話 我真的覺得它這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因為它真的是做聖丹寧色 聖丹寧色真的好久好久沒有回來這個 我覺得就是大家的眼睛裡頭 分前幾年就是褲鼓刷色啊 或是淺丹寧色 要讀 看完就是全深的基本款 可是它就是很深的 深色丹寧 所以顏色呢我覺得很顯年輕 然後很顯瘦 完全不用男型 那你款式你搭配上面的話 我覺得棉麻跟針織還有T恤最適合 這樣 給你們參考一下 然後這個顏色啊 那性色的話 是因為之前只有這個顏色 基本上這款的 就是評價非常好 然後它材質 針織上面是不會太熱的那種 是那種類似像冰絲 可是它沒有到冰絲的感覺 所以很舒服 然後這個天氣穿上我可以的 好 我就在一頓 好 我就在一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這一款呢 黑白的 然後雙口 很簡單的搭配 這個再給你們看一下 我搭配的是小小孔這一款 很簡單 平常是很簡單的 出出門啊 就是上班啊 中間 再來是新款 新款這個超可愛的 這一款呢它是 勾針絲的 然後它的彈性是有的 然後屬於短板 然後鬆肚胸尾上面 明天四點 明天下午十 晚上十點 以前會上新款 然後 大概四點到五點之後 就會有直播清單 然後分享給你們 所以你們都不用擔心 它這一款啊 看到就是立刻有點戀愛 因為它這一款就是 我覺得就是很像以前日雜風 有一點點 這是 嗯 一點點 鄉村風 可是呢 它有一點 你去看其實 它細節真的蠻多的 又沒有那麼隨性的感覺 我覺得很喜歡 然後夏天 剛好直到秋天這段時間 這個我也很推薦 就是 如果你家裡有洋妝的話 就可以搭配這種款式 像這個的話 我一定要搭配這個 深色丹領 原因是因為 這種性色啊 會讓深色丹領 整個顏色會 跳出來 等一下我穿就知道了 顏色很漂亮 我穿的這個是勾針的 所以它這個裡面要配個小背心 很簡單的小背心 它是圓領的 然後細節 是這樣子的 然後有彈性 你們可以看得到它的那個勾針 因為它的勾針其實旁邊 它是有點不對稱的 像這樣 然後配這個 單顏色 我往後退讓你看一下 這個單顏色配一種性色 超美的 就是立刻會有一種優懶感 很可愛 然後配的是這個 真值 焦糖的這個麻花 真的很好配 而且它的這個 一樣 我已經介紹過很多次了 軟Q 真的很舒服 這也是破千款的那個短褲 這個短褲呢 它這邊是手搖的 所以穿的時候這邊還要再拉一下 我等一下拉給你們看 這個已經真的是 介紹過很多次了 它就是披肩條紋針的下身那一款 然後呢 配上新的 就是今年的那個 橄欖綠 就是 超級熟的 很美 它真的很漂亮 然後是這種天絲的 材質 材質很好 然後這個做個口袋 然後短板的 所以完全不用擔心 誰都可以穿 顏色很漂亮 那綠的我就給它配白的 等我一下 好 好 好 這顏色 舒適 有一點點 斷光的感覺 可是它真的很低調啦 因為這個鏡頭上面還是會在 涼一點點 可是基本上是完全實色了 顏色很美 然後是有點鬆鬆的版型 好 然後呢 我先 再介紹一下這個短褲 這個短褲呢 基本上你拿到會是這樣這樣 然後它是 抽繩式的 會有點像褲裙的效果 所以完全完全完全 不用擔心 呃 尺寸不合 因為這個你可以自己調整 這樣 感覺會有點像花爆收花的感覺 那你要直接這樣很輕鬆的感覺 我等一下要往後拉讓你看一下 就是這樣 然後你可以 這樣一點點 然後可以看到花爆這樣 我往後退 這個 尺寸現在目前是完全 白色完全的現貨 所以我喜歡的朋友可以馬上下單 很舒服 這套真的是很愛 就是它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 完全不用動的 然後你也會覺得很輕鬆 你出門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好像過分打扮或是什麼 就很自然 很休閒 然後很舒服 這款也有黑色 但白色是現貨 可以喜歡你們趕快 就是 手搭下來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 這個也是破千款 今天有三款破千款的 這個款是 條紋的 直溫襯衫 然後它是涼感的襯衫 就是很舒服 涼涼的那種 薄度是這樣子 然後它襯衫 然後分尺寸 然後它是 有一點點微鬆 可是它是 本身還是有一點點修身感 然後我等一下搭配這個套組的夏生 這個可以分開購買的 很漂亮的夏生裙 這種的話就是 筆子的鉛筆裙 真的很顯身材 很舒服 然後它有分尺寸 那些大家可以參考 基本上 我就想要讓你們配一下 這是敲碗款 因為很多朋友們 想要問 就是 藍色的這個 款式有沒有 類似的其他款式 可以再互相搭配的 那這個水藍色 我最推薦的 基本上就是 白色跟藍色而生 然後 我就想說 有點正式的那種襯衫 然後你們這樣混搭的感覺 等我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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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的 可以看一下它版型 它是有一點點這樣子 值的 但是它會有一點點 我覺得算是有點修身 這個尺寸 這個尺寸上面 你可以參考 然後 我可以 你也可以直接像我這樣 選進去吧 然後 或是完全打進去 就可以 很推薦這種方式 因為這個上去 上去左右 不用重新敲 顏色 是不是很 就是清新的感覺 白色跟藍色 然後 回答真的很美 再來一次 今天新款 今天新款真的很美 這個是有點 淡的黃色 然後呢 我遠看 大概是這個顏色 可以看到嗎 就是這個顏色 它是垂 它是有點斷光式的 然後旁邊這邊有做一個版型 然後它是 U0的效果 很顯色 你會發現它這個 新款 它這邊也是沒有尖線的 很美 然後配同色系的 床裙 也是一樣可以分開購買的 然後有出黑色跟這個顏色 但是因為這個黃色才太美 我一定要試給大家看 超可愛的 然後裙子也是 你們不用擔心的 這種版型 它沒有到鉛筆裙 但是我覺得它非常非常顯瘦 然後還有它這邊有做一個打折 很涼很涼的材質 它是有點斷光 可是它有點厚度 分量啊 跟SIMS都很高 好 穿給你們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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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型 對 好 然後呢 它的這個地方是從這邊開的 我覺得很高級 因為很少下就是 我覺得比較偏價的上衣 很少是做往上開的 因為它就是為了要留住這個漂亮的版型 它就有點這樣 腰深的 水滴爪 然後你可以不用扎進去 因為它有點腰深 然後你可以扎起來 主感很好 它有黑色 這個真的是瘦 顯瘦 然後又修身 就是會有一種很漂亮的感覺 它有點很有氣質 然後還有它這個自帶打光效果 整個版型都很漂亮 我往後退讓你們看一下 它的材質都是很有垂感的 顏色很漂亮 每一喜歡那種整套式的朋友 比較粗過 顏色很美 這款呢 片比較滑爽一點點 還有很美的 玫瑰花 雪紡 微透 然後一樣裡面是有附上一個小背心的 然後一樣是可以調整肩膀的長度的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很美 然後配一個這個斷光裙給你們看 然後配一個這個斷光裙給你們看 再試一下 這個斷光裙給你們看 因為來這裡的形狀 可以用來這裡的電子 打開來這裡的中間 是有附近的 有附近的大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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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好 好 它是有點這個花包的 這種尖線的工作力 然後呢 一樣是這種攜帶式的 比較誇張一點點 可是呢 等一下我眨起來 你就不會覺得那麼誇張 它顏色很漂亮 很浪漫的顏色 這個我也很推薦 它配牛仔褲 淺色牛仔褲 拉拉褲也OK 這顏色很美 然後如果想要再亮一點點 可以配西裝式的白色短褲 也很好看 我配這個長袖很推薦 之前已經推薦過蠻多次了 鬆緊帶的 然後它的版型是有點A買 所以這一穿都很瘦的感覺 我們來是新中套組 這個是粉色的 然後是有點綿麻式的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有點激勵感的效果 然後是微透感 所以它顏色比較淺一點點 但是這款的話 會穿一點褲子的話 要穿安全褲 好 頂級 全部總àng 1本 4分 1 4分 3分 3分 4分 3分 3分 5分 3分 - Okay. - Okay. - Okay. 這個粉色的小西裝短褲的西裝 然後是這樣子 很簡單 它是綿麻的 有點激勵感 所以它整體氛圍感會比較像修行一點的感覺 就很適合上班 簡單 穿 很舒服 然後這個粉墊 帶一點灰的粉色 再來是這個長群 長群這款呢 它這個已經大概第二年了 然後這款它就是很浪漫 然後它的這個地方有受攜帶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那個碎滑 然後它是認真的學法 才是蠻不錯的 它這邊還有會有做一個這樣鬆筋帶的 然後我覺得整體感偏比較日系一點點的感覺 細節感 然後我最喜歡的地方是它竟然有口袋 很可愛 那你們等我一下喔 這個顏色 就是偏比較日系感的感覺 然後裡面它這個是有按扣的 你可以扣起來也可以不扣 然後這個地方 就可以做一個腰身 然後這個款式的關係 我不會綁太近 就是讓它比較自然的感覺 好可愛 粉色很美耶 就是比較鮮一點點的效果 跟以往我穿的感覺比較不一樣 所以還是很想穿這個給大家看看 它這款已經有斷貨囉 所以喜歡的朋友就是要立刻 然後這個是現貨 它裡面有做磷子 所以不用擔心 就是裡面它基本上都不用太擔心 它裡面有做一個磷子 再來是這個 這個已經穿很多次了 現在是很多朋友想要知道 就是想要再我穿一次給大家看 因為它這個它是綿麻的 它偏薄 那裡面的話 我一定會搭小可愛跟 搭底內阿褲 但是其實這樣真的很夠 因為它真的很涼快 那好一點點的綿麻 雖然偏薄 但它的版型跟材質 我覺得你們看到不會太 都絕對不會失望 因為它整個啊 好的 我覺得是好一點點的綿麻 就是它很輕 可是呢 它版型都會在 我不知道要怎麼形容 你看它的這個 遠看的地方 它是有剪裁的 它布料是有 就是 它還是會有個挺度 那你們可以細看一下 它是這種 就是它是會有十字紋的這種綿麻 非常涼快 那你們的話 怕透的朋友 就跟我一樣 穿小可愛 然後再加上 你們可以搭一個搭底褲就可以了 這樣就很夠很夠用 OK OK 這款這個地方是直的 那你可以捲 你可以不捲都可以 它版型很顯瘦 很推薦 很喜歡綿麻 比較氣質感的 直的也可以 因為它其實它是直的 它也沒有 就是 不會是比較inline的那種 我覺得很顯瘦 很簡單 因為它這個 我上一次直播是往後綁 這個往前綁也可以 就比較有修行感 如果你要出去玩的話 也可以配個這個 那這個的話 我之前有說過 這個 帽子很 淡的時候 就可以要抓一下 抓一下再戴上去就可以了 很顯 臉 小 這是我挑很久 然後這個地方有黑邊 我覺得比較 度假感的感覺 就很輕鬆 每天都可以戴 這樣子 你可以出門的時候 也可以戴 那你平常的話 你可以配個 帆布包 也很可愛 就比較休閒一點點 最後一款 也信仰妝 這款呢 後面還有這個 可愛的造型 點點的 那你這個可以自由綁 你想要綁都可以 然後它後面 這邊是魚尾的 然後你看它氛圍 它是很涼的那種T恤 上面是棉質的 涼感那種 涼感 棉質 加一點點 涼感的那種 那種材質 花花的 然後它的雪綁 漂亮 然後可以 就是會有點垂感的 下面的話是有一點 它是要有點偏 邊質跟它會拼結的感覺 好 它就是有點可愛的感覺 然後彈性跟各方面 都完全不用耐心 媽媽們也可以買一種母女妝 因為這個 它真的太Q了 它很鬆 然後後面可以綁 然後往後退 讓我們看一下 它的那個 裙版很可愛 就是有吹乾的那種 然後如果你度假的話 你就可以一樣是配這種 編織帽 搭配 那你平常的話 我覺得 最簡單的 這兩款的話 我都會搭那種 反部包 然後或是 手提的那種 針織包也可以 很可愛 兩款都是有點微鬆感 然後它整體感 你們可以 我一定要往後看 你們可以看一下它的整體感 就會看起來比較拉長一點 可是不會顯胖 OK 謝謝你們 然後明天呢 明天大概 下午左右 就會給大家直播清淡 然後晚上的時候 就會有 本週的新品 會直接上給大家 謝謝你們 然後呢 敲還款跟 自訂款款式 大家喜歡的話 我們都會公布給大家 然後本週還會有 一系列的現貨 然後都可以讓你們 就是如果喜歡現貨的朋友 可以趕快收到下單 然後有問題都可以問我們 謝謝你們 晚安 我們要看完 動作 走 走